诶,村民怎么都跑了啊 不就是网上有食人猪 至于房子说不要就不要吗 嘿嘿,别人恐惧我看啊 住了一个月的乞丐窝 家人有新房子 想要我把房子垫得严严实实 加点陷阱 还带出了食人猪 刷干就干 房子那么多 就选中间看了吧 我们把引人猪目 用方块连起来 这样一栋变两栋 一栋自己住 一栋收猪 完美 现在自命空空旺的 得赶紧装修起来 用红丝方块围上一圈 里面再填入玻璃 一方面房子透光明亮 另一方面又能防御食人猪 一栋两栋 下面见好就到门口 俗话说 男友面子树亚皮 门口是房子的眉面担当 务必穿得好看 本来想看灯的 可是我猪买不起 只能开两个窗户 放上两个门窗 请下一间民间客战 欢迎小伙伴免费入住 千里是不怕食人猪啊 嘿 一楼搞定就继续搞二楼 二楼左边的地板就用果木 七香繁文又繁草 中间部分就用玻璃 清楚明了 能观察一楼动态 右边就用白羊木 小鞋成鞋又养眼 墙面的话 和一楼的布局差不多就行 现在就差天花板就能举办条件真实啦 嗯 现在是秋天 天气是秋高气爽 非常凉爽 就用天长封饼吧 每天睡觉前还能举头望明月 千里共长圈呢 哇 当然 凡者有些熊孩子调皮上天台 必须安装为狼 等等 经过一番精心装修 火载而也能成为豪华客丧 哈哈 白狼 还没完 毕竟这里网上缠出墨石生竹 安装性仅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一个巨人核心放在房子中间 方向朝下 别看巨人核心小小个 里面可是蕴含炙热的机关 连克斯拉都藏不住 有了机关 他的好搭档恐龙第一次 自然不能少了啊 整整齐齐第一次对应巨人核心 然后上面用电线连接 触发出锋利爪牙 最后的最后就是这样子啦 机关他第一次围绕整栋房子 四面八方进行团定 让名巨人株再凶狠 照我游戏 然后乖乖躲在房子里 休闪上我一根狠毛 不过 像我这么皮的妹子 这样想看看巨人株长啥样 诶诶诶诶 巨人株怎么是狗蛋呀 啊 他们呢 好疆哦 这些只有 真的吧 今晚就狗蛋了 可恶啊 复活之后 东西还没啦 诶 坏蛋混到陷阱狗蛋之后 他们掉落大宝剑 那这个不亏 拿起大宝剑 拿起大宝剑 嘟嘟嘟 你让你杀我 别跑啊 刚刚不是很凶吗 不不不不 哈 叫爸爸也没用 啊 太难了 哼哼现在有爸爸 我太难了 算了算了 打不过 我还躲不过嘛 哼 我还是老老实实躲在房子里面 哎 月黑风高 还是不要一个人出去比呀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